Hello,我是MorCasa 之前在疫情的時候 大家不知道在家裡會做些什麼 大家有沒有看動畫或者漫畫的習慣呢? 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之前我在疫情很嚴峻的時候 通常都來在家吃飯 除了這件事之外 其實都會去看動畫、漫畫之類的 你裝什麼呢? 我疫情在家裡睡、看漫畫、看什麼做呢? 蛤?媽? 我不知道你說什麼 嘶! 嘶! 好了 自從有個朋友介紹了一個APP給我 叫做Line Webtoon 我可以在家裡長期做摘纜 今天這個開箱就是關於這個品牌 Line Webtoon 好緊張 不知道有什麼在裡面呢? 一起來看一下 嘩! 好 首先呢 看念時代 一個我都很喜歡看的漫畫 這是一個漫畫 基本上是說人漂亮就會有好處 這個 我自己很喜歡 這個漫畫當然 而這個就是 我和黑粉結婚 應該是可以組裝的 這個挺有趣 是一個Stand 另外 另外 還有寶 適合我這些 本身會寫作創作的人 近期本寶又剛剛用完 又可以換新寶 有貼紙 有貼紙 貼紙都很漂亮 有很多不同風格的貼紙 有圖片 你看 畫風是可以很不同的 有些很維美 很漂亮 然後 挺有趣 這個是來自台曼的 那就是 眉筒 分享一些 他自己本身很慘的經歷 然後 將他寫成一個 試過畫給大家看 另外 又是漢年時代 證明這個漫畫 其實真的很出名 毛巾 連洗澡都會掛著這個 webtoon 絕對會 還有還有 咦 有webtoon的筆 寫東西都適合 還有膠紙 另外還有最後 Memo 還有一個 筆袋 就算 筆袋 因為有太多筆 寫東西 這個筆袋 擺明不夠 但如果我平時出去做事 拍攝的時候 我欠一個化妝袋 我就可以把這些 很小的零件 放在筆袋 當作化妝袋 可以 其實我覺得 LINE 是一間 很尊重文化產業的公司 其實他們 on and off 都會有很多不同的活動 會給一些讀者 和作家去交流 亦都會有一個 新星的投稿區 就是給一些 很喜歡畫漫畫的人 去投稿 令到多些人去看漫畫 如果多受歡迎的話 其實LINE 都會幫他們正式上架 會再給更多人去看漫畫 不說 大家都未必知道 其實LINE 有很多作品 已經影視化了 例如 很出名的整容液 來自一個韓國的漫畫 叫奇奇怪怪 這個漫畫 就是把人當成一個 例膠 你喜歡怎樣做 做得漂亮 做得醜 你可以自己去選擇 還不用去美容院 亦都不用經歷療傷 之類 一個很方便的道具 在現實世界出現了 其實挺棒的 另外亦都會有 《女神降臨》 還有《女神同行》 另外另一個好看的 就是《Sweet Home》 現在《Sweet Home》 亦都出了一個前傳 是一個漫畫版的前傳 希望將影視化 喜歡看漫畫的朋友 亦都可以留意這部作品 好了 今次《Line Wraptune》 這個品牌 就跟大家分享這麼多 喜歡的話 就記得按我的小鈴 然後記住 記住去CLS 或者可以留言 跟我說 你喜歡看什麼漫畫 或者你們可以看了什麼漫畫 很精彩的 都可以跟我分享 在下面留言就可以了 喂 全資讀音視覺分身了 真的嗎 馬上看 先不說那麼多 下次再說 Adios 好